这次蹲牢房你后悔过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有好多帅哥进来陪我 妹妹你什么叫 地上十块椅子上二十床上五十 给你五十 好上床吧 上个屁床地上五次 我想成为一个像毒品一样的女人 你是想让男人要么惹不起 要么不能放弃 不是 我是想让帅哥吸我 我觉得你算不上毒品 顶多就是一根烟 那你吸烟吗 我抽烟 你怎么减肥的 我办了张三万块的健身卡 但你从来没去健身啊 钱都办卡了 吃不起饭 狂说二十斤 有三个女人在吃冰棒 一个舔着吃 一个咬着吃 一个含着吃 你觉得哪个已婚了 含着吃的那个 不对 是带戒指那个 不过 我很喜欢你的思路 为什么别人说 屌丝不是没有吸引妹子的能力 而是上一把煮熟的鸭子弄飞了 今晚到我那儿去 我告诉你 不行 你先给我解释解释 嗯 就是这样 坐牢好寂寞 你能帮我找个帅哥吗 我介绍房总明给你认识 如何 把我介绍给他 你不心疼吗 放心吧 我和他没什么的 如果让你卖盛 买手机送女神 你愿意吗 盛都没了 要女神干嘛 也对 对面牢房有一个人好无聊啊 怎么无聊了 他数了一个下午的蚂蚁 你怎么知道他数了一个下午 因为我观察了他一个下午啊 嗯 妹妹 你那啥多少钱一次啊 十五万 这个价不错 那你要不要来一次啊 不要 谢谢 不要你问个七八毛啊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每天晚上为自己省了多少钱 嗯 你后悔吗 很后悔 我让他们失望 对他们有不好的影响 你还想说点什么吗 我以后再也不演小时代了 在牢房里 你最想学的是什么 厨艺 为什么 厨艺不好 以后老公就会跑 放心吧 就你这样 以后不会有老公的 嗯 我想派一组全罗 但又不色情的写真 你有办法吗 招法一 嗯 我打算和我男朋友分手 为什么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卖银 知错能改 以后不卖就好 他会谅解的 我是说 我最近卖银才知道 我男朋友根本不是个男人 啊 啊 啊 为什么说你男朋友不算男人 因为他那里太小了 多小 像牙膏那么小 小姐 像牙膏那样就不小了 我说的是 宾馆的牙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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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五分钟后你就要被枪决了 这五分钟你想干嘛 找妹妹那啥意思 那剩下的四分钟呢 如果一个鸡蛋能孵一只鸡 我每天至少吃好几只鸡 这算什么 如果一个鱼卵就是一条鱼 我一天能吃上半条鱼 鸡蛋能孵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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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能